秋冬是许多人感染呼吸道病毒的季节 不过民众若无接种疫苗 采用抗生素的方法 恐会酿成更严重的细菌感染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呼吁民众 多注意家中长辈身体的状况 应要积极接种疫苗 以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 也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台湾65岁以上民众 每周平均有500人死于肺炎及流感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6日召开记者会 提醒民众遇到症状误常及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的抗药性超级细菌增长迅速 若未能有效控制抗药性细菌的问题 未来恐将出现无药可医的困境 理事长张峰毅表示 目前耐用抗生素已经对公共卫生 及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应该更积极接种疫苗 降低严重症状的风险 新冠疫苗是针对新冠病毒的 流感的疫苗是针对流感这样的病毒感染 专利性的疫苗 它的保护力就是专利性的 流病也看到年纪老的 这个就是会员就是老年人的朋友 都特别强调 所以这些人都是应该要 赶快要打疫苗的人 那国内的疫苗在老年人的施打 反而不够好 跟先进国家比起来不够好 根据资料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 由于重症患者的抗生素使用频率明显增加 全球抗药性细菌比例大幅上升 期间70岁以上老年人 因抗药性细菌感染的死亡率却上升至80% 由于抗药性细菌感染 往往需要使用第二和第三线药物 最终可能面临无药可用导致死亡的困境 秘书长王正泰呼吁民众 误主动跟医师要求抗生素 若过度服用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反效果 最主要是这些抗药性细菌 它一旦出现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抗生素的话 其实是有点像是回到我们抗生素研发之前的一年代 对于很多的伤病或者是说 不管它是自己产生或者是我们医疗行为 进行医疗行为之后让它产生出来的 抗生素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后张峰毅强调 面对全球细菌抗药性危机 维持抗生素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应对手段之一 新政院也将于2025年启动防疫一体抗药性管理计划 全力阻止抗药性蔓延 民众看诊时也能主动询问医师注意事项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达 林优独播